台米台风暴雨造成了高雄市 119条区域排水系统 跟25座的智洪池水位都满了 那么爱河跟南部有多条的溪流暴涨 多出淹水 市民都说港都变成了水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就说 当初担任高雄市副市长的李四川 他的政绩就是路平灯亮水沟通 韩国瑜也曾经穿着青蛙装 这样跳下地下道去视察 不料就被骂说碍眼 被酸说市长只会挖水沟 陈辉文就感叹的说 现在淹水要怪谁 那如果淹水的灾情呢 是发生在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期间 肯定会被电报的 好看到呢 现在高雄的灾情非常的严重 那过去不少的勘灾政治学金句 再被挖出来 包括了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说做得好就不淹水 做不好就淹水 还有呢高雄市长陈其迈 过去也酸韩国瑜说 有市长跟没有市长 是一样的 网友现在呢就说 民进党好像呢 回力标插满了整颗头哦 台北市员刘采薇就反酸 说这句话应该要送给陈其迈 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很好笑的图啦 真的不是要酸 但真的就是苏贞昌之前 讲过的话 当时候苏贞昌讲什么呢 来 踢勾背 踢勾背很公平 人做得好就没有淹水 做不好就淹水 当初哦 他讲这句话 实在是真的是也非常非常的 没有人性啦 很冷血 但是这句话现在送回给你啊 陈其迈是不是做不好 就淹水 事实上是 我们不是从不科学的角度来看 是从你的城市治理来看啊 连基本的清淤都没有清淤 然后之后排水系统 明明给你这么多钱 也都没有做好 最后再讲这个蔡英文 好像小英女皇在的时候 似乎就没有淹水 然后赖清德就淹了 颠风就来了 其实事实上第一不是啦 其实蔡英文那个时候 的确她的颠风 热内颠风后期是比较少 没有错 但是她有因为下大雨而淹水 然后在嘉义大淹水 然后她去了本命区 参与的选区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 因为淹大水又及时没有办法 这个排水 所以就被骂了嘛 当场被她支持者骂嘛 所以其实那时候蔡英文 也是有淹水的 而且也是做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件 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 这个排风呢 又再度把大家忘记的 蔡赖周芬 又垂了出来 如果呢 你过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如果是半天了 水还不退 那就表示市府还有精进之处 不论是你的基本的下水道 地下水的排水是有问题 像以前韩国瑜执政时期 发现里面还有什么沙发 宝特瓶 一大堆的垃圾 床 就是下水道呢 你看好像是个森林 结果通通都清除完了之后 才发现那应该是条水沟 类似的问题 那在陈其脉执政时期 有没有一一的 再去重新的检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即便我们知道 发生这些事情 是人力难以所控制的 但是我们可以所控制的是说 你至少先前不要吹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 讲得太厉害 那么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就很难自圆其说 比如请看 多功能制宏池 打造高雄生态任性城市 我们这个制宏池多了不起啊 什么时候呢 2024年7月11号 我们的制宏池了不起啊 这个你看又漂亮啊 又美观啊 了不起啊 还能发电啊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广告 就两个礼拜前嘛 就两个礼拜前 然后这一次呢 完全破功 对吧 不是说制宏池没发挥效果 是发挥了效果之后 仍然不够 对 那你就不要吹嘛 那你就不要吹 所以很简单 就是说 这些灾情跟灾害 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但是至少可以做的几件事情 就是在市政府本来 该做的这一些 清除下水道啦 或者我们这些制宏池啦 然后或者是提前的 这个救灾跟设备啦 然后当然啦 就是市长 以及他的所有的文武官员 有没有在现实的时刻 到这个灾害应变中心 这些是人力可控的 那或者呢 就是不要把自己吹得太厉害 然后造成市民错误的期待 然后显现自己的破功 这也是市政府自己可以控的 所以不可控的没办法 但是如果可控的 你都做不好的话 那当然市政府就难辞其咎 有 因为我还看了一些 高雄市议员的直询 他们直询的内容 我发现还是很犀利的 就抓到说高雄市的 哪一些的水沟出了问题啊 排水出了问题啊 所以都还是有很多的市议员 很多国民党 比如说白乔英啊 然后呢 努力的去抓出很多市政上的问题 那我好奇的就是 如果都抓了这么多问题 都排了这么多东西 那怎么还会这么严重呢 那是不是表示 只要没抓的部分 然后通通都摆烂 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 未来的高雄市水利局啦 然后或者高雄市的议员啊 高雄市政府啊 都要继续努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